我亲爱的兄妹们,大家早上好 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着耶稣的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愿耶稣赐您有个美好的早晨的一天开始 阿们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五 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自于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领袖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信心会说话 首先,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一起考察吧 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三节 但我们既同有信心之灵 正如经上记者说 我因信所以说话 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 我们看到对信心名人堂的描述是多么美丽 多么鼓舞人心啊 圣经说 这些男人和女人借着信 驯服构建了他们的世界和时代 比如,亚伯向神献祭就是一个信心的行为 亚伯因这信心向神献祭 比克雷所献得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对他的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他仍旧说话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 亚伯不是在闭口不言中 举行了什么仪式 不 他说了一些话 以至于即使他死了 他的血也仍会说话 他到底宣告了什么呢 这一定和其他先祖所宣告的是一致的 圣经说 他们宣告自己在这世界上是客旅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幸福了所应许的 并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 是西居的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 关键在于他们说出了信心的话 这会帮助我们了解他们是如何创造 建构他们的时代的 他们凭着信心说出他们的未来 讲说将来要成的事 做出了他们所成就的事 今天同样的信心之灵也在我们里面运行 我们信所以说话 信心就是fei 是相信believing的名词 相信believing是一个动词 你的信心是通过推动你行动的话彰显出来 你无法相信却闭口不言 即使在消极的领域 撒旦的领域中 他们也使用同样的原则 因为这是一种属灵的原则 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说话 事情就不会发生 这难道不是耶稣在马可福音 第十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话吗 他说 你要得着你所说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说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遗憾 只信他所说的必发生 就必按他所说的 给他成了 让我们一起来一起宣告吧 请和我一起念 神的话在我里面 活泼又有功效 激发我里面的信心 活住在基督里的得胜生命 我相信 所以我说话 我向我的生命 讲说力量 成功 胜利 健康和信圣的话语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真言 第十八章 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 第十二章 第三十五到三十七节 彼得前书 第三章 第十节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 我全心相信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他并他的圣灵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借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联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